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丝悚然 另一边夜凡溃然不动 浑身金色血气逆天而上 整个人如神经筑成 如一尊上古的斗战胜者 所有人都哗然 死即密境 全都露出惊容 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他不是自斩修为了吗 怎么还有如此可怕的战力 难道说 王神医所述并非实情 人们敬意不定 许多人都露出巨色 尤其是诸圣帝的门徒 不少人跟随到了此地 就是为了摸清夜凡的真正状况 全都皱了眉头 他应该自斩了修为 有人想到了王神医另一番话语 夜凡若是拼命 可以斩出四级密境的战力 但是却要好去为无济受缘 他这一生最多只能生死决战时长 而后便要生死盗消 阴阳圣子眸光无比的冷烈 你既然想拼命 那我就成全你 让你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实力 轰的一声 他擦进嘴角的那缕血迹 身上爆发出无以伦比的光芒 让人无法正视 如一尊黑白相间的太阳 在熊熊燃烧照亮了整片荒原 无与伦比的强盛气势 如神红灌日 似海一笑道观九重天 他如打开枷锁的神灵 从地狱中闯了出来 此时阴阳圣子发出阵阵 让人惊悚于恐怖的气急 极度危险 住身弥漫出黑白相间的雾气 像是混沌在汹涌 他此前封印了自己的战力 竟然已经破入了画龙秘境 若是中州无上大叫的 阴阳封印大法 平日间压制自己 以求不断突破 他已是画龙第一变的 绝顶年轻强者 众人倒退 全都非常心惊 这绝对是一位可怕的人物 同代中几尽无敌的人物 阴阳圣子头戴紫金冠 背负阴阳界 黑发飞舞 眼神灵力 立在天地中 如天尊将士无比破人 一夜凡一灵 不敢大意 将战力提升到巅峰 我的后半生 只有十次机会 展现四级秘境的修备 我早已发誓 一场战斗击毙一个 圣子级人物方可 不然 对不起我亏损去的生命力 众人倒吸冷气 一生唯有十次大战的机会 每次都要毙掉一个圣子级人物 圣体还真是恐怖 阴阳圣子眼神一冷 你没有机会了 我要以你的圣血 吸我圣界 继圣女之魂 画龙秘境的年轻强者 当时并不多 如今在东荒没有几人 此时的阴阳圣子 如海洋一样深不可测 先有画云飞 好有矜持小鹏王 如今又出了阴阳圣子 看来 所有圣子都有紧迫感了 若是不如画龙秘境 恐怕没有人会随意出手了 众人心中凌然 全都在议论 错了 也许那些圣子已经达到这个秘境了 也说不定 只是 都在隐忍罢了 人们心中难以平静 圣体出使 连战画龙秘境的无上年轻强者 给同代造成了无比紧张的压迫感 如今 若是想在年轻一代 争锋不突破到这个境界 根本不好站出来 这个小孽畜 竟将战力催动到了四级秘境 还是让老朽取他性命吧 没有必要浪费时间 后方 那两名老人几乎同时开口 一起向前走来 阴阳圣子嘴角带着一丝冷笑 不必 杀他会污了两位大长老的双手 我斩他足矣 两位老者接摇头 一起向前逼来 其中一人说道 我前来东荒 只为摘他头颅而已 谁杀他都一样 他们将叶凡当成了砧板之肉 生杀与夺 一切尽在掌握中 根本没有当成什么难事 沿路轻蔑之死 此刻他们所发出的杀鸡非常可怖 让叶凡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 不自禁地皱起了眉头 你们不要欺负大哥哥 小南南抓着老疯子的裤脚 大眼中沉满泪水 很是担心 小丫头一切都是因你而起 今生 你难逃一奴之命 一个冷人冷冷地扫了过来 是南南的错 不关大哥哥的事 小南南害怕而又委屈 怯怯地看着他们 南南 你不用担心 他们算不了什么 叶凡笑了起来 露出详尽的笑容 安慰小家伙 让他不要担心 两位大长老无需动手 我下定决心 要亲手斩他 一样圣子很傲气 自从圣女被斩 让身为圣子的他憋了一股滔天怒火 这些日子以来 面对中州的皇子 与无上大教的圣子等 他觉得很难受 总会感觉到异样的目光 唯有亲手斩杀圣体 才能让他扫尽耻辱 那就让老朽 先毙掉这些闲杂之人 两个老者 森然的盯住了李黑水 与大黑狗 而后看向老疯子 与小楠楠杀鸡毕露 这个小丫头 咸鸡欲骨 可惜没有记性 也只能做阴女了 嗡的一声 两人向前迈步 虚空都在颤抖 压得众人喘不过气来 吃溜吃溜的 大黑狗与李黑水 无比的滑溜 第一时间全都躲到老疯子背后 一言不发 只是以眼神挑衅 送你们上路 其中一个老者无情地冷喝 一只大手向前抓来 将所有人都笼罩在下方 伯伯 小楠楠悬然欲气 再次推老疯子的大腿 雄姿伟岸的老疯子 终于有了反应 乱发中的空洞毛子 闪过一道光滑 低头看了看小楠楠 而后将她抱起 放在了肩头上 其中一个大长老 冷漠无情地笑着 不知死活 大手拍落了下来 抓向老疯子的天灵盖 大黑狗在后方摇头晃脑 真是兽性老闲命长 阴阳教的这位大长老 眼神阴逸 虽然嘲讽 都去死吧 他的大手即将落在 老疯子的天灵盖上 可是呢 老疯子却没有任何动作 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 空洞的毛子中 有两缕光怀一闪而沐 啊的一声 这大长老当场大叫 呼通一声坠落下 高空也一动不动了 他的双眼睁得很大 充满了恐惧 彻底死于非命 所有人都惊呼 天哪 发生了什么 不明所以 好像 只被那个皮头散发的怪人 瞪了一眼 画龙第八辟的强者就 死了 每一个人都心惊 不知为何会这样 另一名大长老怒吼 张口吐出一座青铜古塔 画成山岳那么大 向老疯子镇压而去 可是 老疯子依然没有任何动作 向前望了一眼 双眸中一丝光滑闪灭 整座古塔崩碎 画成了鸡粉 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 这名大长老也只是惨叫一声 便坠落下了高天 双腿一蹬就一命呜呼了 这一次 众人看得很清楚 全都恐惧 两名画龙第八辟的大长老 被那个皮头散发的怪人 活活蹬死了 暗中又出现一名老者 你是谁 不敢过来点指几人 你们等着 我去请几位台上长老 你们一个也别想活 看你如何与大能争锋 大能就了不起啊 有种将你们的无上教主一喊来 大黑狗叫嚣 大嘴巴快咧到耳根子出来 你们等着 这个老者看了一眼 老疯子如飞而去 眨眼 消失不见